大家好,这里是多伦多音乐花园 Woodland Music Garden 现在是5月中旬,让我们来看看 这有一片小的Woodland Garden 对于这个Woodland Garden呢 有一些特色的小花,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看这个,这个花长得特别像 勿忘我 Forget me not,但这应该是 Brunner one 不是forget me not 还有意思吧 以前我们在介绍另外一个Woodland Garden的时候介绍过 这是另外一种Woodland Garden Anemone小小的框花 它又被Brunner 给盖住了 它再长在,从底下长回来 它这种小叶子的 这棵是Holly,上面长满了花苞 但它花很不起眼,非常小 它主要看,第一个是赏叶的 第二是它秋天冬天的红果 这棵大松树下头有一棵杜鹃 长青的大叶杜鹃 Elepidote的品种 仔细看呢 上面基本上都是叶包 很少有花苞 你看叶包是细细的 像这个细细的叶包 这个是花苞 鼓鼓的 大部分是叶包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它这里太阴了 这整棵大树是在它的南侧 那么早上起来有一点点阳光 下午有一点点阳光 非常少 基本上可以算是Fushé 所以它的花不是很多 这里有一棵孤孤单单的Primary Primrose 爆春花 它和其他洗湿潮湿的 那应该是Astuby 长在一起 这里有一棵Mohannia 也要开花了 它的叶子可以看到明显的 在冬天被晒伤 我家里的就是也有一棵 已经大多了 已经开花了 它我用的是冬天把它包起来 这个就非常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冬天的伤害 你看这里 这是朝北南边的太阳 阳光正好可以照着 很多叶子都抠了 还记得我们冬天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枯萎的Deadhead 这个Astuby 这个很漂亮 冬天是个装饰 现在它已经被剪到地面 然后重新的发出了小芽 大概在六七月份就可以看到漂亮的花 这里有一棵Lipidot的品种的花 杜鹃花 已经开放了 现在是如月中旬 这里的基本上也是 它有一点点 这边是朝西 这边有一点点 下午的时候 有一点点阳光晒过来 不错 开花开的还挺多的 这里还有一棵Weeping Spruce 看样子它也是比较卖阴 这是修理过了 原来长得大的时候 全都摊在地上 你根本看不出哪边是头 哪边是它的根 这个修剪了以后漂亮多了 还有更多的杜鹃 好了 这个Woolang Garden 就说这么多 它的尺寸大概和我们 就是50x120 这种家庭的后院的尺寸差不多大 当然了 它这里头用了很多大石 把它围起来 还有很大的空地 还有褐色 这里还有一棵 开小棠花的灌木 不知道什么品种 回去查转以后 可以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里 它的树干也很漂亮 有点花纹的样子 这里还有一棵 这个外面就是刚才我们上一集说到的那个小柳树 就那个小柳树的那个花园 好了 这个小花园就说这么多 真的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收看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 欢迎订阅 欢迎点赞留言 咱们多多讨论 交流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